我來講一下Google行事例 因為你當然可以用我們剛剛協助平台裡面那個清單 對不對 完成的有沒有 這是比較簡易的 可是很多時候我們可能會搭配行事例 因為不管你是要做進入的控管 還是說有時候有些活動要安排 那你透過行事例就比較方便 我先問一下請問大家同學現在有用行動上網的比例 有嗎? 比較少 不過在學校其實還不錯 就是因為學校的無線上網 所以即使你是四月停手機沒有用行動上網 但是在學校就吃到飽了 去外面就不用再吃 這個是一種方式 如果說萬一你是在學校無線網路沒有辦法帶白的地方 其實Google行事例還有一個好處 它可以幫你傳送簡訊 做簡訊提醒 也就是說你今天如果我有安排了什麼時間 那時間到之前你可以自己自訂 它在多久前提醒你 它只要你的Google的帳號 就是行事例部分有通過行動認證 就是你的手機號碼的認證之後 你可以選擇說我要不要用簡訊提醒 至少簡訊就不受無線訊號的影響 只要你 就是行動證它會通的 對它會通的都會到 那這樣對於你在提醒也很不錯 當然行事例只要是大家的差不多 不管你今天認為是Google的還是最近 最近你知道微軟的有推出一個叫iLook.com 知道嗎? 它為了要跟平板一併 所以說它現在把iLook.com裡面的那些服務 做的就跟Google一樣 包括郵件 以前的Harmail 包括行事例 像我們 各位有用Office也許有用過iLook iLook裡面也有行事例 它就把這些服務還有它的效果 它們整合在一起 總而言之 就是做的跟Google一樣 這個巨人總算有點親情 他知道做不做它就完了 那當然它要整合服務 所以真的還不是說那麼好 但是至少總是有個起步 所以你要用到別人我也不反對 只是在Google行事這邊它有更多功能 讓你去做 那我們來看 今天你可以像一般的這個行事例這樣來用 那Google行事例還有可以支援多重行事例 支援多重行事例 也就是說你比如說你是 同學自己的 自己私人的 你可以有一個 然後呢 跟大家共同的 比如說我們是專題討論的 我們有自己的行事例對不對 那我的行事例可以有另外一個就是專題討論的 拿一個專題的 那這個行事例可以跟幾個特定的朋友一起分享 甚至你要直接對外公開也可以 像我的來講的話 我就有我自己的素文老師的 那個研習的行事例 課程的行事例 所以我就可以對外公開 那對外公開不就能一定要公開全部的內容 我可以讓他顯示忙碌就好了 但是這個時間已經有安排 這樣了解意思 所以我們來看一下 好 你可以從這邊 這個就把它關起來 一樣 這個日曆應該大家都一樣 就不會有那個 雲章面點的那個情形 你進來之後呢 像你現在看到的 就是我的比較多的 你可以發現我的行事例 我左小邊這邊有分 有沒有很多個 對不對 小朋友的 因為小朋友的行事例 那幼稚園買這個活動 對不對 所以我都要記一下 如果你把它記到一個行事例 是不是就會比較閃一點 所以我就可以把 這裡的先不要給你看 這裡的先不用看 這裡不用看 有沒有比較簡單一點 那我一般建議各位 如果以教室環境 我們現在用的這個應該是22寸左右的 其實比較大對不對 比較大的話你用一個月的應該還好 可是如果各位像比如說我用筆電 有沒有發現一個月好像就很擠對不對 所以螢幕比較小一點 你在平板上看 你可以把它換成兩周的 有沒有比較輕鬆一點 兩周的其實就比較容易 比較容易這個你可以像這樣去看 當然你要變成一周的我也不反對 那麼像這邊這個行事例你可以像這樣弄出來 首先第一個最重要的是你要先確認一下就是 你的有沒有通過行動驗證 有沒有這裡有個行動設定 我們剛剛是從這邊進來 你再看一下 在右手邊 他每一個服務都會有一個這個 齒文的這個設定 好像Google的文件 有沒有 所以萬一你進來也是什麼 也是英文版的 有沒有 他特別看得起你 你就來這邊告訴他 我要來設定 你進來之後這裡有一個設定 行動設定 我的就有通過行動驗證 這樣你了解嗎 所以如果你沒有通過了 你可以按一下傳送驗證 我們這邊應該收得到 所以我想這個部分請同學先試一下好不好 我們先把你的行動驗證做好了 等一下我們再來看那個設定 你就知道在哪裡 你都通過了這個簡訊的手機驗證之後 我們就可以看你要哪一天的 明天就必頓了 有斷天的感覺 等一下 好 因為我有分不同的形勢 所以我在這邊可以選擇 好可以直接選擇 好的 假設我這是 OK 那我就先按編輯一下 因為我不要整天了 對不對 你就可以這個勾起來 那你自己去安排時間 你可以從這邊直接安排 也可以從左手邊來安排 你看 像你在這裡 我現在呢 是 早上的 好 那你就用一尾 有沒有 還蠻人性的 對不對 對不對 因為你是談一天的 好 你可以決定說我要不要重複 重複的頻率 重複幾次 或者是在哪一天為止 好 那我現在先單純一點 就這樣 就好了 不要重複了 就這樣一個 好 但是呢你往下看 我時間安排好了 在最下面這邊 你們預設在這裡 提醒 你有看到我的sms 這就是簡訊服務 我的服務是 預設是在30分鐘 我正開始前的30分鐘 就會自動傳一個簡訊給我 那剛剛有同學提到 那他後段登記 我也不知道 Google財大技術 但是他的上限 我記得就是那個提醒的部分 就是簡訊部分應該是差不多十幾通 一天 一天 原則這樣應該大家行程沒有那麼滿 所以應該十幾通還可以 那麼你的預設也許沒有這個 你可能要自己增加 有沒有 要自己增加 可是如果你覺得這樣麻煩 我就是希望我的行程每天到Google幫你提醒一下 幫他消耗一點簡訊 有沒有 你可以來這邊設定 我先儲存 我先儲存 好 你可以來這邊設定這裡 在提醒的部分 這裡有一個 往下往下 有一個提醒 這裡這裡 你看 在這邊 這裡有一個通知 有看到了嗎 因為我現在有不同的行制力 所以 你去設定一下 提醒跟通知 以我現在來講 就是我固定 就是一進來就設定 30分鐘之前提醒 你也可以設長一點 不一定 所以一定要30分鐘 反正就是時間到 你現在在電腦前面 假設我打開Google的日曆 它就會跳出來 所以這個就看你 所以如果你在這邊做好 就不用每次都新增提醒 新增提醒 反正就是固定 不要客氣就把它用下去了 這樣是不是就比較好一點 對不對 那麼相對的 如果你覺得 我的一個 有沒有 分手要分開 不能混在一起 所以你也可以回到這邊 你看我們在建立的時候 我的日曆 你可以從這邊建立新的日曆 有沒有 從這邊把它建立起來 那麼今天 如果說 像我們要用在 跟那個協助平台搭配的話 最好 這個日曆是不是大家都看得到 所以 你如果新增的 假設有一個之後 因為協助平台 一定會有那個 Gmail帳號 有Gmail帳號 代表就是有Google日曆 所以你就可以從這邊 把別人朋友的日曆把它加進來 這樣你清楚那個概念嗎 你看我先棍用一個給你看 像我在這邊 新增還有做 有沒有一個叫做 共用此日曆 點下去 今天 如果你不希望人家知道 你共用裡面的內容 你就把它設定叫做忙碌 現在一定會有分路出你看得到 可是 如果 你看 我的這一個 公開此日曆 我有一個網址 日曆的網址 跑去哪裡 日曆有一個網址 在這裡 這裡一個 然後日曆的網址 這裡也有一個 HTML 我給各位來從這邊看好了 好 你看 我這裡有沒有一個 日曆 日曆 我沒有把它放進來 糟糕 我放在舊的那個 這個 這個形式力把它打開 因為這邊我沒有登錄 所以有沒有看到都是忙碌 忙碌 這樣你知道那個意思了 所以如果你不需要人家知道內容 你只希望看到那個時段有沒有忙碌 點進來就是忙碌而已 但是會知道你是哪一段時間忙碌 這個 這樣應該清楚 那麼相對的 別人 你就可以把那個網址給他 把那個網址給他 然後你就可以拿到 這個 你的 從這邊 別人的朋友 這邊把它新增朋友的進來就好了 這樣就可以一起看到 那麼相對的 怎麼樣拿到我們的學生平台裡面 比如說我在首頁這邊 好 這裡 我一樣進來編輯 你看看插入 有沒有 看到日曆了 很簡單 所以 你看過來我們在這裡 所以如果我要更加困難的 我就把這個地方 把它弄出來 接上去 那一樣有寬度有高度 所以你要選這個 如果你不希望太多 你就用一週的 這樣就比較單純 一個月的比較多 那這裡有一個比較特別 叫代辦事項 這個要跟Gmail搭配 這個要跟Gmail搭配 所以等一下我再講好了 我先把這個變一週的 好 OK 儲存 儲存 你看這樣是不是進來了 這樣是不是你在 協助平台這邊 這個行程安排上 就變得比較簡單 好 這個是給大家再參考一下 按摩 按摩